欢迎收看本周的放浪第一线 相信本周对很多朋友们既感到又开心有些痛苦的 就是在日本连续四天进行的Battle of Tokyo Junior Exile的四天连续演唱纪念会 那么在这四天呢 本来粉丝们应该都非常期待在海外也能看到配信的演出 但最终是没有公布配信的相关消息了 但是至少这几天 大家在SNS上面应该有看到非常多Junior Exile 有很多的互动跟可爱的画面吧 那么其实在台湾也有非常多海外的朋友们 可以参加的活动跟资讯等等哦 那么在这一次的放浪第一线中 就要跟各位介绍这些诚心的资讯 跟相关的活动 请各位朋友们不要灰心 马上跟着我们来到这一周的放浪第一线吧 首先要在观浪预报为各位带来的是 CL25一年一度的周年庆 将于8月9日到8月10日连续举行两天 为了庆祝CL两周年即将举办CL会员感谢季 CL2nd Anniversary CL25 Dream for All 于台湾时间8月9日晚上5点开始进行 直到8月10日的晚上6点 进行不间断的25小时连续不同主题的直播 此次CL25的LOGO由4位进行设计 奏合司会也就是主持人 则是由在CL24即担任主持的小森准正 再加上了中岛萨泰 搭配前Eagors成员版东西山孔的奶花 以5人体制亮相 播出了形式 江源和去年开跑的CL24很接近 有着许多热门的节目以及单元 包含一波出的大寿好评 零幕深知模仿秋当鱼的超爆笑人气节目 Suzuki Oden 曾参与LHKID儿童节目的 Itzaiu Teziya以及小森准 将进行KID Be Happy这个亲子节目 LDS搜索的冲浪宣秀小川兄弟 以及Generations的树原龙友 也将为大家带来冲浪课程 而除此之外CL25在这次也将进行实体的开幕季 CL25 Dream for All Opening Fest 由BabyNeil担任主持人 Messive de La Page Happiness Gross Girls Ice Cream LuckyLucky等团体担任嘉宾 而日前也公布片界阳太 将作为第二代的演出艺人 演唱最新的solo歌曲《问美》 谁还深爱台湾无法实力到场参与 但依旧能够透过CL 在线上与众多艺人们共相胜举哦 三代目新歌《Replay》将作为传承伊玛 参演电影《真子DX》主题曲 在《发达第一线》第八期中曾经介绍过的 The Round Page传承伊玛所出演的电影《真子DX》 将于10月28日在日本上映 除了公开视觉海报以及一分钟的预告之外 还公布了这次的主题曲 为三代目这艘Brothers所演唱的新曲《Replay》 许久没有发行新曲目的三代目 距离上一张专辑《Best Brothers》睽违了9个月 距离上一张单曲《JS Being Black》更是有10个月之久 即将再次推出新曲的消息 让粉丝们感到激动不已 不久之前三代目的官方推特 以及官方IG都发布了全黑的图片 推特上的图片更是隐藏了一朵玫瑰花 不少粉丝正在猜测可能有新的活动 不知是否与主题曲有关呢 而目前真子DX在台湾还没有相关上映的消息 不过如果有最新的消息释出 放到第一线将会为你带来全新的第一首报导 Fantastics新单曲《Summer Bike》 8月24日即将发行 Fantastics 2022年的第三场单曲《Summer Bike》 即将于8月24日发行 这首歌曲是6月08日启动的 Fantastics Live Tour 2022 FanFanHub的主题曲 而音乐制作人归田成志 以跨越困难时代后的未来为灵感 制作者能让Fantastics和粉丝们 融为一体潮热气氛的更唱部分 Fantastics新年可以说是卯足全力的在发行新的作品 最有台湾粉丝 开玩笑的说 自己订购的《Fantastic 2022》第二张单曲 Escape都还没拿到 马上就接到即将推出《Summer Bike》的消息 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而在前线日子 也公开了此次Summer Bike的全新形象照 全员都换上了粉嫩的糖果色西装 实在是相当的缤纷可爱 其中有趣的是除了世界之外 其他成员的内搭服都是白色 唯独它是粉红色的 有粉丝就开玩笑说 大家是不是私下约好 没有就像世界啊 电影《昨日より赤く 明日より青く》的 《蓝光》DVD将于9月16日发行 曾经在《浪花观察日记》 《Generation's Pin》下片中 跟大家介绍过的 《昨日より赤く 明日より青く》 终于要以光碟的形式跟大家见面啦 从今天开始 接受预约分为金装版蓝光 金装版DVD 以及普通版DVD三个版本 在金装版中还有首发限定的特质宣传册 还有特点的光碟部分 除了每部作品的拍摄花絮 还收入了去年11月 在中野太阳广场举办的首映会 和特别演唱会 金装版在各个销售的管道 更有不同的特点 在说明栏中 上门将附上连结 有兴趣的朋友们不妨研究看看 哪一个同路的特点更加吸引自己呢 Excel的新专辑 Power of Wish 12月7日即将发行 迎接限定回归的阿兹系 以15人体制发行的专辑 Power of Wish 将于12月7日发行 专辑分为原创专辑 巨蛋演唱会收录版 以及巨蛋和体育管演唱会收录版 三种版本 其用在巨蛋演唱会收录版中 收录了Excel Live Tour 2022 Power of Wish的演唱会影像 就是Excel有史以来 最快已推出的演唱会影像商品 而在巨蛋和体育馆演唱会的收录版中 将额外收录 Excel 20周年 Anniversary Excel Live Tour 2021 Ride Phoenix的演唱会影像 为了纪念Excel 20周年 将首次完成按订单生产 印有顾客姓名的包装商品 这个版本的专辑 预约直到7月31日 想要购买的朋友们 千万别忘了时间哦 黑木起司新IG账号创办 一个在楼的黑木起司 创立了全新的IG账号 今年10月即将与一个在楼 退役的黑木起司 加停止公司拥有的IG官方账号 但将以个人的名义 继续和大家分享生活 以及记录孩子的成长 这对于不想要在大营幕之前 完全失去起司消息与声音的 粉丝们来讲 应该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吧 其实推出了演艺圈 依然兴起粉丝 用全新的方式继续陪伴着大家 也同样的 希望粉丝能够祝福与支持 起司自己接下来的人生 也希望起司在将来 能够如自己所想的一般 获得快乐美好 AXPG台北校Junior XL MV Dance Workshop 特别课程即将启动 不用出国 在台湾就能享受日本原汁原味的 J-POP MV舞蹈课程 AXPG STUDIO 台北即将在这个夏天 推出Junior XL一系列的舞蹈课程 其中包含了四首歌曲 Generations的 Adalashii Sekai 浪沛的 Rail of Light Funda的 Stuff for Nothing 以及 Alistic Boys的 All Around the World 维持一个半小时的专业教学 喜欢跳舞 喜欢Junior AK在楼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测过这难得的机会 并且同时报名两堂以上的课程 还将下有优惠哦 也必须要声明这一整段 你们我还当时没有收任何业配费的 所以AXPG如果听到我们的声音 请记得赶快来找我们业配吧 实在是太想要上到体验课程了 在重浪推荐的部分呢 首先要跟大家推荐 偏激梁太在CL的个人节目 偏激探险队 随着演唱会 Generation Live Tour 2022 Wonder Square的举行 偏激探险队也复活了 原本只是梁太在Mobile中的企划 这次重视的以CL节目 影片的形式跟大家见面啦 在节目中 偏激队长会在演唱会会场 进行各式各样的探险 并且完成与Dreamers合照的任务 在三重线片中 梁太还戴上了亚兰 在魔衣浆中的假发 竟然意外的非常适合 果然帅哥可以消化 各种各样的造型呢 而此外非常值得一提的是 在梁太开始这个节目之后 中乌玉太竟宣称 要抢走探险队的名号 开始了中乌探险队这个节目 在最新的青森片 更是结合了 作业淋浴的节目 作业散步 两人一起在市场里面吃美食 喜欢Generations的朋友们 快跟着两位队长一起探险吧 Generation's Cloud OK演唱新歌 Chikara no kakiri的影像公开 想必Generations的粉丝 对于Performer唱歌 已经见怪不怪了吧 这次配合新歌 Chikara no kakiri的发行 Generations群渊 到了日本卡拉OK公司 第一新商进行试唱 过去成语 Rising Song一曲成名的Mandy 以及每次唱歌 都很能够带动气氛的预态 演唱了Chikara no kakiri 虽然因为音乐还没出来 尚未能够听过完整的全曲 但还明显的 就是他们一直在走音 Mandy更是配合了歌词 在演唱中加称了许多 自唱的词 看着Mandy跟玉泰唱得那么开心 追一副郁郁郁市的样子 但是既然都来到了卡拉OK 怎么能不让主唱们高歌一曲呢 于是龙友提议自己演唱两太的part 让哈亚特唱他的part 两人一起合唱 阿达拉西西改 在过去的CL节目中 主唱两人就对准的演唱赞不绝口 这次也唱得很不错 但最后一句竟然没有唱到 引发了现场的大爆笑 提醒大家 在欣赏影片的时候 跟观赏以往Generation所有的综艺一样 千万记得不要喝水 吃饭也要小心不要噎到咯 如果想看到更多Performer唱歌的画面 上海我们也在这里推荐 Generation在CL的节目 Generation Performer 卡拉OK 有兴趣的朋友们 一样可以点击说明栏中的连结 继续进行影片的观赏哦 而在大大警报之中 要带给大家的是两个购物的消息 首先在近期呢 有着一波极准一波的扭蛋潮吸引而来 不仅让粉丝们爱好多核爆 实在撑不下去了 除了已经上架了Fantastic FanFanHub系列扭蛋 还会一场限定的Petal of Tokyo扭蛋 G95维克在罗也接约出了 最新的小小兵系列扭蛋 在先前推出的超人气G95维克在罗 与三零二帕恰狗 布丁狗联名了扭蛋之后 这次将携手即将上映的小小兵 推出全新款式的扭蛋 值得一提的是 在三零二的年名之中 其中一个奖项是出现率35%的环保袋 数量之多 让不少粉丝都苦笑着自己 都变成环保小兼兵了 而在这次 除了有抱枕 公仔 立牌等等常见奖项之外 取消了购物袋 但加入了圆冠和棋子 两个全新的奖项 自7月29号起 不同的团体将在不同的日期上架 商业们将会将连结放在资讯栏中 喜欢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咯 而在最后也要提醒大家 开头跟大家说过 没有办法到现场 也没有配信可看 相当可惜的 Battle of Tokyo Junior Exile的 全新演出 即将推出自选写真集 于7月21日开始 为期四天的 Battle of Tokyo Time for Junior Exile 即将开跑 并且贩售可以自选照片的写真书 写真书将分为L与2L 两种不同的大小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生写真大小 并且四天的场次 有不同的预购日期 详细行 商业们也会将连结放在下方的资讯栏 无法到现场 也无法看到完整演出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机会 好好收藏 属于自推非常帅气的照片们吧 那么本周的放浪第一线 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啦 以上的资讯里面 有没有你觉得特别喜欢 或是特别想要跟我们分享多一点的呢 用户就有什么重要的消息 是你发现 糟糕 商业们居然不小心遗漏了 想要提醒大家的呢 如果任何的心得都欢迎和我们分享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也请记得按赞订阅 和更多的朋友们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 你们为海浪 全新推出的 一点串影片哦 那么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大家拜拜